有位朋友叫星暴氣流展 他說為什麼很多設計方面的專業人士都喜歡用Apple的電腦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子 Apple的目的其實是創造一種感受 那這種感受就是很舒服的感受 也就是說它的目的並不是算得最快、功能最強 或者是怎麼樣最穩定什麼的都不是 它的目的是design 就是大家最切合這個愉悅的這樣一種感受 我自己跟Cupertino工作了大概六年 那我們在矽谷很多公司 有些是硬體文化為主 軟體是被硬體使喚的 有些是軟體為主 硬體是被軟體使喚的 然後有的是PM為主什麼之類的 但是在蘋果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最大的就是design 所有人都聽design 然後在design底下就是完全是平的一個hierarchy 所以大家也不會有一個想要什麼升官 什麼所有這些部分 每個人就是到自己到的那個位置 然後可能在蘋果不管幾年 就做同一件事情 但是全部都去聽design的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比較不會有內部的政治鬥爭的這樣一個東西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目的就是讓人用起來感到愉悅 所以我想很多做設計的朋友們 他自己的工作的環境 他本來就是要一個比較能夠發想的 或者是離大自然比較近的 比較不受打擾的 每個設計師當然都有各自不同的脾氣了 但是至少就是不要被這個不必要的東西卡住 那這個也是就是剛剛的那一位卓智元那一位設計師 就是在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的那一案的提案人 他在跟那個財政部講的時候 他是說其實暴水軟體的設計 以十幾年前的UX就是使用者體驗看起來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是問題是用蘋果的使用者 他每一年對於使用者體驗的要求 是跟著蘋果不斷的水漲船高 所以說到某一個點上面就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實在是難用到爆炸、抽到爆炸 雖然事實上這個東西並沒有變過 使大家的期待有在改變 所以每一年都會再把這個東西做得更水漲船高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是事實 就是要與時俱進嘛 那我們現在對於政策設計 也就是試著引入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呢讓大家能夠去參與政策的設計